大家好,我是小伟 今天下午日子要上学了 在外婆家 从学校回来就直接去外婆家了 没到我这边来 现在打电话叫我去接他 小伟拎了一个前腿 拿过去给他外婆 到时候放在那里 小孩进去那里吃饭 给他挣来吃 刚刚拿了一只猪脚 我觉得还是把这个香肠烤得好 因为香肠的话 小儿比较喜欢吃 刚好这个灰尘也有他老表 所以说半样不香 本来是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羊 现在这样做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 就这样 我还有多少汗 我还有多少泪 有苍天知道我不忍说 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去他外婆家很紧的 就在我们隔壁村 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一公里左右 感恩的心 感谢命运 花开花落 我依然会珍惜 很久 我还有一个爭尔的 我还有一个云天 就在我们隔壁村 我给大家看 一切不变 你去游泳 我需要 你去游泳 我用来 我用来 你去游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啊 带开火啊 切完没了 现在不就挺坏的了 我们走的 赶快回来的跟你奶奶 还回五十不 摆个Pos看 最赖的Pos 摆个 不会吗 得痛 儿子每天都是无忧无虑 走 回家 小帅哥 刚刚过来她外婆不在家 我就跟飞飞我们俩就先回去了 儿子的衣服好多的啊 都是好衣服 天冷啊 带回去 今天我把儿子接回去 我们就把那个牛肉丸子搞一包 刚好屋里还有那个蜡烛脚汤 搞点牛肉丸 给儿子补一补 这两天我也非常忙 儿子也知道我忙 就直接去外婆家了 小孩很聪明的啊 知道去外婆家有人做饭吃 儿子的衣服 手搭一包 这一台放在锅中的 这个猪脚炖的就有那个启动嘛 这个冻的话就是很有营养的 儿子我们用这个猪脚汤 煮那个牛肉丸子 是一个阿姨从那个广东 所以我们专门寄来的 这一台放在锅中的 这个是个小包 就是病人的 明天 一整个小包 这边把锅子 还有小包 也放银子 这边再用一个巡大包 是一块小包 这边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作曲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